連晃說的這個波蘭網紅 然後到那個倫敦 就是吳欣穎他老公的豪宅去拍了影片 這個其實應該是由吳欣穎自己來公布才對 就是說中選會還來不及公布 吳欣穎自己就把相關的資料自己公布 然後剩下來再照著這個中選會的規定 來辦理來申報 但是因為大家有疑問 這個影片不應該是波蘭人拍的 應該是吳欣穎自己拍 因為為什麼我也跟吳欣穎講 就是說你可能覺得說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包括你有沒有美國籍 這個你為什麼要告訴大家 這個我尊重你的做法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總統候選人 是一向主張公開透明 一向高道德比法律還要高 一向的這個對自我的要求 雖然實際都很低 但講出來都很高 那你如果已經作為他的副總統的候選人 你應該就要搞清楚 雖然你可能是突然被問的 但是你應該要趕快on board 你已經過了三天四天 你趕快研究一下你的總統候選人 他曾經講出來的態度 因此這一個影片應該你自己去拍 因為照柯文哲的標準 這種公布是你要做的 所以他今天這個影片還沒送嗎 對 那被別人拍了以後 你應該就說 我就是秉照公開透明的 有人幫我拍 感謝 你應該是這樣 你怎麼會生氣講蔡英文呢 因為蔡英文她的確就是按照 該申報的 該怎麼樣的 她自己有什麼樣的家事背景 包括以前被訪問自己都提過 那吳欣營既然是跟柯文哲搭檔 我要講的就是 你知道他今天最新的一個說法 還是說他已經在準備資料 然後按照中選會的規定來辦理 中選會的規定是什麼 是一年內可以更正 意思是選完以後再給可以 這個對你的 我不知道一定是不符合柯文哲的標準 因為柯文哲的標準是最高道德 所以你應該是要趕快 Right now 你不是在31天就要選了嗎 對 公開透明 所以中選會說一年內 但是我們應該是採取最高道德的 這個公開透明 所以民眾黨絕對不容許說 一年後才更正的 因為都選完了 選民是要在選前 去來做這一些比較 包括每一個人他的家事背景 他的利益衝突關係等等 相關的財產申報 來做判斷 不是等到選完 你選完你也不會去補證了 你就落算了 你怎麼會去補這些 那民眾黨也沒逼他 還是就想說這個副手 反正就出去回來就回來 對啊 為什麼柯文哲 每次對別人都講到那麼高道德 然後自己裡面的人的時候 他今天講什麼 剛剛我講吳馨寅說 照中選會的辦理 中選會的規定 法律規定是一年內 所以這是最低道德 那柯文哲講的更低道德 他說嫁給有錢人錯了嗎 你的公開透明到哪裡去了 為什麼到你身上的時候 變成嫁給有錢人錯了嗎 沒有錯 嫁給有錢人錯了 是你以前講的 因為你說那些財團 都拿刀叉吃人肉 所以財團有錯是你講的 中年話沒講過 林昌總沒講過 我們在這裡沒有一個人講過 沒有人說有錢人錯 也沒有人說嫁給有錢人錯 是你柯文哲講的 但是當你的副手 是有錢人的時候 他就變成沒有錯 你的副手有錢人 他就不吃人肉 全世界的財團都吃人肉 除了你認識的 就不吃人肉 你早來了就不吃了 然後或是他停止吃了 就他講的 靠近他了以後就會變吃素的 開始吃素 但是一靠近他不知道 吳欣盈為什麼就開始吃素 第二個就是 嫁給有錢人也沒有錯 這也是你講的 財團吃人肉 這是你講的 所以我們都不認為 嫁給有錢人有錯 但是嫁給有錢人 起碼要有的公開透明 按照你要選舉 要做的財產申報 你就做 所以如果按照柯文哲 在講別人的時候 我想師父應該是會講說 你就按照規定 我們公開透明的原則 公開透明就不會被人家講什麼 我就趕快報一報 我會回去跟吳欣怡講 這樣就好了 你怎麼講說 要嫁給有錢人有錯 奇怪 以前的柯文哲 你不是 怎麼全部的事情 你同樣都回向到你身上 就全部都不通 再來我要講一個 跟這一個題目 其實看似不相關 其實很相關 前兩天柯文哲不是說 外交走小英的路線嗎 外交走小英的路線 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沒有行政權 所以我們沒辦法檢視你 但是你有五席立法委員 過去小英的路線 不管參與印太安全的 這些相關的會議 還是說這個IPAC 針對中國如何抗衡中國的 這個國際國會的連線 還是很多像是這個認知作戰 都有國際的會議 這些會議民眾黨有去參加嗎 沒有 你只有參加COP 你只有參加這個勞動力論壇 這個時候你想趕快刷 這個國際的分的時候 你就請吳欣怡去 其實我是覺得像剛才林晃講的 是比較對的 就說這個是立委的既定行程 或是乾脆就不要去 為什麼 這樣就表示你通通都沒有參與國際外交 其實可以不要去的嘛 就好 但是當你只參與這個 不敢參與跟中國有關的 不敢參與民主國家怎麼聯合起來的 不管參與跟印太區域合作 來穩定這裡安全的時候 就表示你的外交路線 在你可以控制的五席立委裡面 也沒有走過蔡英文路線 你只是走不會被中國罵的路線 我去講氣候變遷可以吧 我去講勞動力論壇可以吧 印太安全 這個我不要參 雖然我是印太關鍵的一個國家 那個什麼中國認知作戰的那些國際 我不要參加 我們剛好拿你過去這四年來檢視 我剛剛講的那些 不管在哥本哈根 他們有人去參加 結果都在觀光 都在shopping 不開花 所以我要講的是 你講說你外交走蔡英文路線 你到了選舉才講 我們拿可以檢視的五席立委 從來不敢參加跟中國 或跟民主國家串聯 抗衡認知作戰 這一些會也很多 不是只有氣候變遷 不是只有環保 不是只有勞動力 這些重要沒有錯 但是我們拿來檢視就是你就是選舉到了 你現在想要小英的票 就講這種話 所以請要將軍 那是不是選舉到了 我一定要去這樣的行程 剛剛常左也說了 這些行程你可以不要去 那你要選副手 重要的時間戰場不是在台灣嗎 你又去了杜拜 又去了美國 杜拜這一場洪生汗有去 人家都回來了 跑幾滑了 不信到今天才回來 會不會太晚了 到底誰要選副手 其實說不定柯文哲希望他更晚一點回來 為什麼 對 因為你看他一出來 柯文哲的民調就狂掉 但是阿伯現在單打獨鬥沒有議題很辛苦 可是吳欣穎不在阿伯的內蔡民調就上來了 對 所以阿伯應該想說 不是要去20天嗎 20天 我等我早回來 你就是在11天好了 對 乾脆投票前再回來 沒有 為什麼說20天你知道嗎 20多天回來就不用 就不能公布民調了嘛 就蓋牌了嘛 對不對 所以阿伯說不是說選前10天才要回來嗎 怎麼回來了 怎麼回來那麼快 沒有人家還要回來幫你啦 那吳欣穎 我想吳欣穎的狀況 我正在強調沒有人要仇富 也沒有人家仇官 都沒有 人家有錢是人家有本事 人家做大官是人家努力 所以我們沒有仇富也沒有仇官 可是你身為富人跟大官 你的態度太重要了 你不能夠去對於這些 不管是百工百業 職業沒有貴賤 你記者一直來督我麥 你這個攝影師這樣弄到我不舒服 沒有貴賤 他不願意來 那是他的工作 記者來訪問你 那是工作 這個拍攝的記者跟著你 是他的工作 你可以說我不受訪 你有不受訪的權利 絕對有 你說對不起 今天副總統參選人 不受訪 那就不要訪 你既然要受訪了 人家在執行他的工作 每個工作都是神聖的 你不能不耐煩 然後你說你們在仇富 蔡英文也很有錢 很多人也很有錢 為什麼你們要針對我 其實不是 是態度 你不是要去說服選民 很多人說出來選總統或選立委 或者是選民意代表 你要說服選民 不是 你要讓選民認同你 你要讓選民認同你 出來當民選的官員 包含總統 你不是當官 你不是當官 你是出來幫大家扛責任 你是出來變成大家政策不好 你要被罵 民選就要被罵 否則為什麼要民選 官派就好啦 對不對 這個要使我們這個 君主天生 我的君權就是神獸 我就是上帝賦予我的神獸 所以你不能罵我 不是人民做主 人民才是老闆 所以你出來你是要挨罵的 否則你幹嘛要出來選 在座很多參加過選舉的 哪個選舉不挨罵 你出去走一圈 我告訴你 有100個人喜歡你 至少又有50個人討厭你 可是通常挨罵會像這樣 直接反擊嗎 對 那就不適合選舉 就是你的態度錯了 你覺得 你為什麼這樣挑戰我 你為什麼罵我 我所謂的罵不是人身攻擊 如果人身攻擊 我要跟電視機前面觀眾講 人身攻擊你會被告 還是會告他 會被告 其實我想稍微補充 剛剛將軍講的 其實我覺得也適合選舉 每個人有自己選舉法 是不適合柯文哲的選舉 柯文哲是公開透明的 人家問你 你就要回人家 你怎麼會罵人 對 我是覺得你出來參選 你可以做政策的批評 對你的政策可以質疑可以批評 但是我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罵人 你做了人身攻擊 你都被告 但是吳欣英你是 你現在是你對記者人身攻擊 是你對採訪你的人身攻擊 那記者沒告你 那個記者算是很有修養 所以你要採取人家的認同 你要讓人家覺得 你是一個非常關心人民 關心百工百業的人 你要放低你的身段 姿態啦 對 或許吳欣英覺得他已經很低了 他以前是在13樓 現在可能在這個3樓而已 已經降了13樓 可是跟人民的感觸還是很遠 距離還是有遠 非常遠 所以你回來之後 柯文哲也不要去 去給吳欣英什麼上課了 因為柯文哲你先把自己的課上完吧 你自己都上不完課 他胡說八道 所以說吳欣英就跑你的 然後這段時間 柯文哲沒關係 再人幾天 很快就不能公布民調了 你就不要擔心了 否則現在柯文哲 見了民調頭就發麻 你知道嗎 人家只要跟他講說 柯主席 民調好像又往下掉了 不要聽他亂講 那民調都 你聽黃珊珊的 黃珊珊的民調多強啊 對不對 我馬上就要追上賴清德了 那個好友也還在我很後面 所以當然啦 民調是給你參考 所有的陣營 民調都是參考 選舉前最怕的一件事 就是全世界都在傳你一定贏 你贏定了 你贏先很多 你隨便都贏 我跟你講選舉個人都很知道 你一定會想說 不要聽他的 他在害我啊 我沒有那麼高啊 那個後面第二名 快要比我還要強了 選舉都是這樣 所以我說 現在到了慢慢 選舉的肉搏戰的時期 主帥的所謂的定位已經定了 不管是侯友宜 賴清德 還是柯文哲 主帥的行已經定了 你能夠雇多少票 其實已經定了 副手很重要 今年的選舉 副手太重要了 蕭美琴會不會加分 超會加分的 赵浩康 蕭浩康也很會加分哦 那吳姓要不要加分 所以我昨天 這兩天吧 我看到蕭美琴到那個政大 哇那句話太經典了 那句話太經典了 那句話就是說 你給我一個理由 繼續支持民進黨 他就講說 我們雖然不完美 可是我們是最好的 這叫自信 這叫自信 我上個禮拜到南投去輔選 我講完以後被人家罵翻了 人家就問說 你是深男出生的 你為什麼支持賴清德 跟蕭美琴 我說因為我覺得這一組比較正常 哇我就被人罵翻 然後其他不正常 我說沒有啊 我沒有說他不正常 我說我覺得這一組比較正常啊 對 那你們自己要說 他們不正常我也沒有辦法 甚至有人要說 軟爛我也沒有辦法 對 那就是不正常 那就是不正常 你也不會小黃 你不要有問題 這就是不正常 你現在就能夠